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提问 彭博新闻社记者 习近平主席您好 我是彭博新闻社记者 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导致川普支持者与美国民主党支持者严重对立 相互指责对方造成美国民主的倒退 请问习主席 您领导的中国式民主与美国式民主的主要区别在哪里 谢谢 习近平心想啊呀 早知道如此应该让他第一个提问才对 开玩笑说 你这样的提问就不怕有人说你是大外宣 会常以一片笑声回应 习近平说 中华民族在接受西方文明时有一个八字方针 包括西方的思想 西方的文化 西方科学和西方社会制度等各方面都是如此 没有例外 这八个字非常重要 严谨一概心领神会是中华文化的传神写照和完美体现 这八个字是中学未体 西学未用 什么意思呢 就是挂西方文化的羊头 卖中华文化的狗肉 举两个例子 毛主席曾经公开自认为是马克思加奇史皇 什么意思 马克思的外衣 奇史皇的本质 会场一片禁忌 鸦雀无声 记者们被习近平大胆的言论给惊呆了 不过当他们发现手机信号 录影录音电子设备都停止了工作 立刻明白习近平为何敢那么说 丁薛响解释道 各位媒体记者朋友们 由于大家心知肚明的原因 我们已经屏蔽了会场区域的互联网信号 也停止了你们的电子设备运转和电力供应 招待会结束后 一切都将恢复正常 同时也要求你们不要记笔记 不要有速写等记录会议内容和场景的行为 谢谢理解 习近平继续演讲 晚清的三次政治变革毫无悬念地失败了 洋务运动 务虚变法 清末新政 为什么 名义上改革 本质还是维持中央集权专制 辛亥革命成功了吗 成功了 推翻旧朝彻底灭亡旧朝 可你会发现仅仅是汉人取代了满人 中央集权制度没有变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推翻了国民党的中华民国 成功了吗 成功了 可是你也会发现 中央集权制度也没有变 孙中山袁世凯的中华民国号称 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和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号称 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本质上都还是中国2000年传统的 大一统中央集权郡县制国家 阳头是什么 共和 三民主义 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都是阳头 回到你的问题上来 中国的民主 宪法条文中的民主是假 中央集权的本质是真 这就是中国民主与欧美西方民主的区别 但请大家注意 挂羊头的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 很多国家也是如此 有人会说为什么 不挂羊头行吗 我的回答是 不行 全国人民不答应 有人说 怎么证明 全国人民不答应 我告诉你 我坐在这里 就是全国人民不答应的结果 否则 我不会坐在这里 邓小平同志 也不会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 成为第二代领导核心 毛主席也不会站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人民政府成立了 蒋介石也不会取得北伐胜利 孙中山也不会成为中华民国的国父 丁薛祥 下一位 英国BBC广播公司 请提问 我是英国BBC广播电台的记者 请问习近平主席 英国的街头反对运动经常出现共产主义的标语 甚至还有毛泽东的崇拜者 请问 如何指导这些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政治运动 不断壮大 甚至可以获得议会席位 习近平回答道 我曾经在2009年说过我们不输出革命 我不认为70年前中国革命的成功能够给其他国家 如英国的共产主义者提供有价值的指导和经验 前苏联第一个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后 颠覆了周边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政权病取得成功 是与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密切关系 现在那种环境已经不存在 所以我认为共产主义信仰者很难会取得成功 即便是在议会席位上 因为民众不会投票给他们 不会支持他们 我们已经是当权者 我们的思维已经从革命者转化成反革命者 不会再鼓吹革命鼓励暴动推翻县政府 丁薛祥 下一位 法国新闻社 请提问 我是法国新闻社记者 请问习近平主席 与欧美大面积感染新冠病毒相比 中国政府清零政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虽然中国政府的清零政策同时也妨碍了很多人的人权和自由 请问您如何看待欧美在保障人权基础上的抗议政策 谢谢 习近平回答道 东西方文化不同 政府做事侧重点也不同 民众对政府的政策回应也不同 即便是日韩政府采取类似欧美的封锁政策 民众也不会上街抗议 因为他们自己已经先一步躲起来了 疫苗也抢着打唯恐疫苗短缺 所以防疫结果也大不一样 大家已经看到 中国政府因为武汉疫情初始阶段没有及时管控 造成感染全世界 深感内疚 但不便承认 怕被追究责任 所以我们销毁了原始病毒标本 血样和数据 即使世界卫生组织来挖第三尺 也找不到证据 人证当然有 但不会让你们轻易找到 即便是找到也不敢说 专制有专制的好处 民主有民主的优点 总的来说 当然是民主国家好 几乎世界上先进发达的国家都是民主制度 可见一般 而且我们也说中国的民主 把专制硬拗成民主 说明我们承认民主是个好东西 即便我们不民主 也不敢说民主的坏话 即便我们专制 也不敢说专制的好话 即便我们说民主的坏话 也要加上美国的民主 但专制国家也不是一无是处 我们可以轻举国之力办大事 譬如赛雄 饿死人也要让卫星上天原子弹爆炸 赛雄也要打肿脸充胖子举办奥运会 提升大国形象 丁薛祥 下一位 法兰克福汇报 请提问 您好 我是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记者 我的问题是 贵国政府为何要在新疆建立 专门关押维吾尔人的再教育集中营 谢谢 习近平回答道 建国之初 中国有56个民族 通过推广普通化 经济发展城市化 少数民族同化严重 现在汉人几乎占90% 维吾尔族虽然只有1000万 但是反抗性最强的民族 不设立在教育中心 已经管不住他们了 不设立在教育中心 已经关不住他们了 其他少数民族服管 不敢反抗 维吾尔不仅敢反抗 还会跑 跑到土耳其 武装起来打回来 若是不赶紧把全部维吾尔人管控起来 任他们跑去土耳其 丢掉新疆是早晚的事 新疆若是失守 多米诺骨牌效应 我们就会失去政权 这不是启人忧天 也不是神经过敏 这是已经发生的事实 任何力量也挡不住 我们这么做 经济制裁也挡不住 因为涉及到我们的政权 当然你们可以使用军事手段 把我们打趴下 使我们失去政权 那新疆就不是我们说了算 否则的话 没有商量的余地 丁薛祥 下一位 ABC日报 请提问 我是西班牙 ABC日报道记者 请问习近平主席 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 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 两个大国 您更愿意当哪一国的最高领导人 谢谢 习近平回答道 当然是中国国家领导人 一言九鼎 撤肘少 考虑问题 做决定相对而言简单多了 当民主国家领导人太累 实际权力有限 霍悉尼的时候多 平衡各势力 妥协 折中 干不了什么大事 四年选举一次连任两届下台 没有成就感 川普总统亲口对我说 很羡慕我的位置 提议互换 我说不 美国总统不如我们一个县长 局长舒服 在中国当官 只要落实上级只是精神 中央只是干啥就干啥 不用担心老百姓有啥要求 简单 譬如接种疫苗 谁敢不接种 抓 所以每次看见欧美 国家民众为了拒绝接种疫苗 示威游行 都会忍不住笑 专制国家一旦选择了正确的方向 做了正确的事 效率比民主国家高很多 可惜的是 专制国家选错的概率 远远大于选对的概率 所以现代发达国家 几乎都是民主国家 丁薛祥 下一位 美国有线新闻网 请提问 我是美国有线新闻网记者 法轮功声称他们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传人 指责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文化的破坏者 请问习近平主席 争夺中华民族真正继承者的行为意味着什么 谢谢 习近平回答道 法轮功 法轮功与我们争夺谁是真正的中华民族传人 意味着争夺民心 争夺政权 因为中国人民已经被教育成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 这也是我们为何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来取代实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根本原因 统治者必须为老百姓两种鸦片 一是我们是骨肉同胞 一母所生 二是我们给你们带来饭菜 你们只需在裤腰带上别把饭勺 鸦片不能饱腹 但能形成依赖 当民众对统治者形成依赖 事情就好办了 治大国就如同烹小仙割韭菜那么容易 丁薛祥 最后一位 纽约时报 请提问 既然共产党政权如此牢固 中国人民对共产党如此依赖信任 国内的反对派和反政府组织一个也没有 请问习近平主席 中国政府为何还那般胆战心惊小题大作 把民众的言论大众媒体管得那么死 到底是为何 谢谢 习近平回答道 灭燎原于星火 防范于未然 拿八九六四做比方吧 如何才能不让学生占领天安门的情景再现 杜绝民众自组社团 政治社团不可以 其他社团也不可以 为何 不能让他们学当年的共产党钻空子 没有社团就无法组织起街头运动 第二 广泛应用现代科技手段 密切关注民众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 路头就打 第三 防止普通社会事件演变成政治事件 凡是聚众示威 都是为针对国家政府 及时驱散统统取缔 丁薛祥刚要宣布招待会结束 一位外媒记者大声问习近平 为何取缔补习课外辅导 打压民营企业 习近平站起来回答道 课外辅导增加了中国家庭的经济负担 而且对中国的教育发展和提高 没有任何帮助 相反其阻碍作用 家庭经济负担加重 意味着社会不安定 指数上升 导致社会不安定的所有行为 都是我们的敌人 超级民营企业也一样 一方面 超级民营企业不好干涉 因为有很多外资股份的参与 参与经营参与管理 另外超级民营企业 做大之后就不安分 那些企业家都想参与社会管理 这无疑会动我们共产党的奶酪 我们政府给民众灌输的 一套会被削弱和抵触 所以我们要警告他们 要消灭他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